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 异常处理 对不对 这点课咱们看一下 如何自定义异常 为什么要自定义异常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程序中 我又把例子改回来了 看一下 现在咱们用的异常是使用系统的类 一个caption 对不对 这个类咱们只用它干嘛 给我们提示了一句话而已 对吧 也就是这个对象 提示一句话 我们能挡出这句话 对不对 而系统的异常类 它不能考虑到所有的异常情况 所以它的功能仅限于说发生异常了 然后我帮你提示 对不对 就给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异常 所以通用的只有提示的功能 包括在哪会有问题啊 在多少行啊 仅限于如此 对吧 而咱们用异常的真正目的是干嘛呀 对 是发生某种异常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是不是这样的 对 而系统的呢 它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所有问题都有个共性 什么异常 它提示一下 对吧 所以咱们就先看一下系统的异常 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功能 好 我们打开手册 既然它是P2P系统 自定义类 对不对 我们只要搜索一下 你看看 第一个就是 看到了吗 是所有异常的鸡类 那我们先不管是不是鸡类 我们先看一下这话 这就是那个异常类本身给我们提供的 基本的属性和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分析一下 首先这里边有一个 什么保护的一个属性 对不对 然后是字符串的 是不是一个消息 而这个消息咱们是不是构造方法 第一个参数就是 对吧 这个消息咱们在传起来的时候 会给这个属性 而这个属性会通过谁得到 是不是get message 得到 是不是它传统类的那种结构形式 对吧 当然了我们这块也可以传代码 一常的一些其他东西 对不对 还可以得到在哪个代码 哪个文件 哪行 对不对 或者一些详细的信息 或者转成字符串等等 或者刻楼对象 对不对 那看一下 这里边结构上 除了构造方法 和突死罪方法之外 其他的方法都使用翻译的标记了 说明什么 子类不可以覆盖这些方法 也就是负类购物体 假如它是鸡类的话 给我们提供这些方法的话 那这些方法 该怎么用系统给你提示 提示好了 对不对 给你写好了 而写好的这些方法都是提示用的 也就是让你自己做一个 异常类的时候 没有必要写提示 负类都给我们写好了 对吧 这是系统的异常类 我们用它只能做 像得到这些提示的信息 对不对 用途不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针对某种特定的异常 某种特定的异常干嘛 定义出这种特定的异常的解决法 那就得自己定义异常对象 对不对 但是原则只有一个 怎么了 自定义的异常对象 也就是异常类对象 必须是系统类 谁呀 以caption的字类 必须是它的字类 我随便写的一个类是不能作为异常的 对吧 但是随便写的类如果继承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比如说 我写一个类 class 写的时候在 上面写 照上写一个类 class 对吧 比如说 我的处理 就是我们手册里面看到的这个类才可以 这点很重要 这样的话才能写出这个类的对不对 而如果我们这个方法什么都不写 我们是可以用的 因为它是具有负累的功能吗 对 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块抛出的 new 我们就不是这个异常了 抛出自己定的异常 my 抱胎 一个caption 对不对 那这块接收的也不是这个类了 是不是跟内对应的 my 什么 抱胎 一个caption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法是从负累继承过来的 对吧 一开不是里面是不是有 那些构造方法是构造方法也从负累继承过来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 跟原来程序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车子破胎了 后来被胎聚上的 对吧 对 但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如果你就是这么写空方法 继承负累是一点用没有的对不对 而我们这里边需要写成什么的 是发生这种异常的时候 这个对象里边本身就直接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法 对不对 faction 比如说换备胎 对不对 趁着 备胎 假设我就这么写 对不对 然后把这句话写到这里边 假设解决问题的 对吧 当然问题咱们就直接简单写一下 就是一个换上备胎 行不行 就可以了吧 那这里边就有发生备胎的一 抱胎的异常 这里边就有一个解决方法 换备胎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边你看 借助于负类的提示 我们该提示还提示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类里边是本身就有一个解决方法了 一里边 对不对 有什么 称职 备胎 是不是这个方法 你看 发生这个问题直接在那类里面是不解决了 所以我们自定一场就是针对某种异常写一个解决方法在里边 或者一个或多个 当然有的方法比较麻烦的话 那你可以写多个封装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类跟咱们正常写的是完全一模一样 只不过他是一开始的子类而已 没有其他的任何区别 那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跟刚才结果是一样的呢 对 开始备胎 换上备胎到公司开始工作 是不是 是一样的 那自定一场 咱们刚才看到这一位的结构了 都有哪些是可以 可以自己在复理重写的 提示消息这里边已经有了 你就不用写了 对不对 构道方法是公有的 没有加final对不对 我们可以覆盖 图死罪我们可以覆盖 对不对 这里边我覆盖一个 比如说 构造方法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你看覆盖的时候 复类有几个参数 咱们就写几个参数就行了 哪怕复类有一个参数 咱写一个对象 你看 这里边 faction 杠杆 虚传STR UCT 是不是覆盖复类的构造方法 对吧 那覆盖复类的构造方法 记住了 一定要在这里边调用一下 负类被覆盖掉的构造方法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能看到 负类构造方法 里边的方法体吗 看不到 对不对 如果没掉 他负类中的方法 是就没执行到 那里边有一些初始化的 或者一些结构上的一些 设置的信息 是不是咱们就没执行到 对吧 如果我自己写 构造方法的时候 以后我pring parate 毛号 杠杠 虚传TUCT 是不是掉了一下 负类的构造方法 负类构造方法 是不是又执行了 对 我把这里边第一个参数 传到这里边 第一个参数 是不是介入于负类 那个传的 对吧 这里边 我们还可以声明 算了 就声明这一个就行 小心一下 是不是得到结果是这样的 对 所以这里边有提示的 如果覆盖了 第二个 如果继承 比caption 类 从写了 谁呀 构造方法 那一定要 怎么的 调用一下 被 调一下 负类中 被 什么 覆盖 的方法 看一下 自定义异常类 必须是系统的 一开心的子类 这点很重要 然后这个类 完全怎么的 这是我们既定类的 写出 写出 对应 这个 异常的 解决 方法 如果你没有解决方法 就是一个提示 你就没有标签字类 用一个cap 是类是不是就可以了 解决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 就是一个正常类的结构 所以原来怎么写类就怎么写类 只不如以开心子类 别的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然后自己又 自己的异常对象里边写什么方法 你在开始就会调用什么方法 对不对 咱这里边是自定义的里边的解决方案 自定义类中的解决方法 调用 对不对 然后解决了问题 是不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 怎么的 自定义常类 所以自定义常类 先要了解系统自带的 异常类的一些处理方法 对不对 然后 自己写异常类 必须继承以caption 对吧 咱们在课件里边 注释写的非常详细 然后自己写异常类 怎么使用 拥有自己的异常类 对吧 然后处理方法就可以了 课件跟咱们刚才做实验是一样的 只不能做实验 比这个简化好理解一些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节课咱们就是 如何定义自己的异常处理类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 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了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